大家好,繼續回到下午發達廣場的直播環節 身邊的嘉賓換成研究部高級分析員 自己設置在旁邊,Harry你好 你好,Janette 吃完午餐回來,跟大家跟進港股方面的情況 首先,恒指方面,今早是低高279.50 10時左右,出了8月匯控初值PMI 上升50水平,樓上50.1% 即是回到擴張水平 當時股市對港股都有一個不錯的提振 曾經的跌幅,差不多全部收窄 曾經高位,今日見過21,815點 但很無奈,又慢慢跌下去 港股的跌幅又不斷擴大 這一刻跌122點,布宜馬尖695點 成交金額309億 國企指數升,升1點 暫時早在9,856點 旗子方面跌60點,布宜馬尖686點 低水則失展7點 成交量方面有39,000多張 如何看港股今日的情況呢? 似乎都很過山車 初時都以為PMI出得不錯 對港股後市來說,都有支持的力度 但似乎現在看回跌幅來說 仍然都在這裏 似乎大家都很快消費了 就是PMI數字的情況 後市方面又如何分析? 如果你說看港股的情況而言來說 後市的走勢上來說 大家要預料可能會比較波動一點 特別看到 雖然說今天匯豐PMI的數字 其實都有一個意外地 去到一個擴張水平 報50.1 也都看到不同的細數字 譬如新帝單指數 這些比較重要一點的指數 都有一個轉向 有一個擴張的意味在那裏 但是對於港股而言來說 其實它的刺激力度相當短暫 我都會覺得大家如果你說 近來股市的走勢上來說 要看多幾個因素 一方面要看美債債息 究竟會否繼續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甚至會否有機會穿3厘的水平 這也是一個市場的焦點 如果你由債息的因素 去引伸地去看的時候 大家要留意亞太區股市的狀況 今天其實看到 其實本身 亞太區的股市 其實都是有相當的跌幅 對於整個資金 對於說 港股不會有機會走資 或是亞太區股市的震盪性 其實都會拖累港股的表現 暫時去看的時候 如果你說看PMI數據 都做好一點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 會不會說下個月初發佈的 即是八月份的一些數據 應該會做好一點 我覺得對港股來說 都應該一定有個支持作用 始終如果我覺得最大影響港股的因素 也是中國的經濟表現 現階段來說 我會覺得 指數可以先在一條50天的支持 大概在21,400點 因素而言來說 我都會相信對於港股後市的看法上 會慢慢地有一個支持 之所以我會覺得 因為經濟的因素 做好的時候 A股的表現應該會做好一點 對於港股後市來說 應該會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好,謝謝Harry在港股方面的分析 接下來的時間和大家看看 就是港股上午股空的情況 我們在螢光網上看到 股空金額31.1億元 第一位就是安社A50編號223 股空金額有2.3億元 佔總額超過7% 另外佔股分成交有接近3.6% 第二位,盈富基金編號200 股空金額1.86億元 佔總額有6% 佔股分成交接近4.7% 第三位就是業績嶺的中海油 編號883 股空金額1.79億元 佔總額接近6% 另外佔股分成交接近2成 第四位就是民行1988 股空金額1.5億元 佔總額接近半成 佔股分成交方面2.6% 不如都談談 就是223方面的情況 始終見到股空金額都比較多 後市怎麼看呢 內地股市方面都值得大家去探討 因為近來來說都比較悶一點 今天來說的變動也不是太大 上陣指數這一刻升2點 暫時在2,075點 而滬深300指數 升8點,佔2,317點 深淨城市方面 升48點佔8,284點 三大股市的變動不太大 而升幅方面 介乎在0.11%至0.58% 怎樣看呢 如果廣看內地股市 都看到一些逆回購的操作 繼續好像輕輕地放水 不單止 PMI數據也出了很多速評分析 說到內地經濟回穩 下半年下行的風險就降低 估計第三個經濟生長率 或是會高於第二季的7.5% 怎樣看後市方面的情況 如果你說看回內地股市 要看一看資金面的狀況 雖然說到逆回購措施 其實今天的幅度 亦都會擴大在 都是在7月底之後 重啟逆回購之後 幅度是最大的一次 但我們看到 其實內地資金面方面 都比較緊張一點 我都要看回不同的數據 會不會說內地 都有類似亞太區的走資情況出現 新增外匯的優惠款 在7月份來說 都再次比起6月底的數字 減到200多億 這方面其實是一個不太漂亮的數字 其實外資都會有離開中國市場的狀況 但其實如果你說看回 主要是在6、7月份的時候 外資亦都挺體探中國的經濟形勢 所以會導致有一個流出的意味 如果你說看回 剛剛都說到 PMI的數據來說 都會做好一點 也都見到 經濟數據開始是慢慢做好的話 我相信8月份的數字 應該會做好一點 暫時來說 人行這次的一個逆回購動作 其實真的舒緩 尤其是我們看到側額息回購利率 以及上海隔夜同業拆息的比率方面 都慢慢地有下跌趨勢 所以我不是太擔心資金面的流動 回看A股的表現來說 其實資金面有少少緊張的時候 我們看到成交也有萎縮少少 今天走勢上來說 我大體上都見到一些信息科技的板塊 是有一個較明顯的回升 也都見到一些內銀的股份 也都做得一般 我都會覺得現階段來說 A股只會維持窄幅上落 以主題板塊來說 只會維持一些科技板塊 又或者環保概念那方面 應該會做得好一點 大體上來說 在三中全會之前 我仍然會看回 A股尤其是上徵綜合指數裡面 大有機會突破2100點的水平向上 因為本身政策的預期是比較充足的時候 加上經濟表現應該會做得好 我相信A股的走勢上來說 不會像孤空榜上時常看到的一些 可能榜首或看淡的意味俱多 好,那也謝謝你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休赤成間 稍後回來繼續和大家看看 制出了熱跡的股份 仍然和Harry聊聊天 有事想問我們的話 就不妨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204-6566 或者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聊聊天 再聊聊天 再聊聊天